Odia Jungle Odia Jungle 自福州海事局发布禁航通行令以来,中国海军在海上的行动就不曾断过。 4月12日中国南海阅兵后,就在福州化射出的禁航时间内,举行台海实弹射击演练,演练结束。 4月20日辽宁海事局网站就接着发布辽航警0081、辽航警0082、辽航警00833条航行警告称, 4月20日至28日,渤海海峡黄海北部、渤海、渤海北部将执行军事任务,任何船只在上述时间内不得进入该海域。 如今,辽宁海事局再次发布4月27日至5月4日禁航的航行禁令,称渤海黄海有军事任务。 这一次次的禁航令,都明显透露出中国海上活动的轨迹在不断扩大,这种强度的海上行动除了训练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,提高实战化水平外,还彰显了中国的海上实力。 多轮的海上活动,从台海实弹射击到西太平洋巡航再到现在的渤海黄海海域,可以说足迹几乎覆盖了中国的所有外海, 为常不是让世界,让台湾看看中国的力量。 还有专家表示,从化社的海域及其他条件来判断,这极有可能是为国产航空母舰进行首次海上测试进行的准备。 这就意味着国产航母将要出海。 毕竟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最近几天,已经完成了细博试验和所有西装工作。 近期舰岛上的脚手架也已经拆除翼空,同时甲板上的临时建筑也全部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污车或运箱。 与此同时,国产航母还在,不断进行整齐轮机的测试。 从近期的情况来看,其主动力系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不间断开车测试,整体运转状况良好。 此外,国产航母舰岛上的顶板雷达也已经开始运转。 这一切都说明,国产航母已经做好了出海的准备。 毕竟辽宁舰也曾在渤海湾展开多轮海事活动。 渤海湾西北岸的空军基地还设有培训航母飞行员的舰载机训练中心。 因此,辽宁海事局禁航公告也不得已让外界猜测,跟航母海事下水有关。 而且禁航令表示在渤海海峡,黄海北部相关水域执行军事任务,并公布四个坐标点,要求在此期间任何船只不得进入。 但是公告并未说明,将进行什么军事任务,因此如今的渤海黄海禁航力,多半位航母的行动铺路,毕竟是航前的准备和测试工作。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,按照时间安排和日子的重合,这些条件基本满足海事,所以还是让我们共同期待。